为什么紧紧看我没有 如果你在的时候 会不会伤手拥抱我 细数繁星闪烁 细数自身绑络 原来所有所有的生活 不如一夜的星空 集中的温柔 回忆你的笑容 不只要伸手就能触摸 摸不到的脸色 是否叫彩虹 看不到的拥抱 是否叫作微风一个人 习惯一个人 望着星空 有那么多的灿烂暗漠 至少回忆会永久 像不变星空陪着我 最后只剩下星空 像不变回忆 陪着我 在想不变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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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魔法师 带着妈妈回来了 我看着突然出现的鲸鱼 它带着我 看到满天的星星 最亮的那颗星星 在想不变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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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变回忆 您现在收看的是天下卫视 三藩市Kate Stiney昌散案 陪审团裁定罪名不成立 经过陪审团6日的辩论 星期四下周终于宣布 2015年在14号码头 32岁女性Kate Stiney被击毙案 被告Jose Garcia Zarate 全部谋杀罪名不成立 这个案件一直都被受关注 首先是被告的身份 她是一名无证疑问 在案发前3个月才出狱 之前已经有5次被递解出境的记录 都有多次犯罪记录 而审政的关键都是怎样判断被告 究竟是谋杀之后还狡辩自己无罪 还是今次只是一场意外的悲剧 当时死者Stiney和家人 在14号码头散步 中枪之后 就跌倒在旁边爸爸的怀抱里 检控官试图证明被告是故意开枪谋杀 目标是当时人群中的随意一个人 而辩方就说根据子弹的形状 以一粒致命的子弹在射中Stiney之前 曾经击中其他地方反弹 手枪之前属于一名土地管理局的邱班外勤职员 他在案发前四天 报清手枪被人偷了 而控方就说没有证据显示 Sorati和偷手枪有关 今次案件的陪审团 有六男六女组成 他们曾经考虑判处被告 一级谋杀或者二级谋杀罪名 不过今天达成了无罪的判决 天后卫视记者梁里娜报道 斌直发尼亚州 男子嘔打残障人士 被判入狱至少三年 今年五月份 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 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视频显示 一名穿黄衣的男子 嘔打一名残疾人士 而这名打人的男子Barry Baker Jr. 他在昨天被判入狱三年至六年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Baker在法庭上 曾恨请法官的人词 不过对Baker的行为 法官最后表示 Baker是一个欺凌者 是一个禽兽 更是一个懦夫 他作为法官十五年 从未见过有如此的证据 表现出道德的扭曲 而事件发生在今年五月份 在一间71便利店外 穿黄衣的Baker 对着一名患有劳性痰瘟的男子 出其不意地打出一拳 而事后更逃离现场 Baker随后遭到警方通緝 在九月份的时候已经认罪 而在昨日 Baker要为他的这拳付出代价 入育至少三年 天下卫视记者 李健錦报道 San Mattel院 埃瑞库后老师 接言猥蝕女童 San Carlos一间小学的 科后补习老师 由于涉嫌不正当 触摸女童 在星期二被警官拘捕 涉嫌疑人是今年19岁的 Huang Chan 在今年9月 San Mattel院办公室 接到一宗投诉史 Chang事源不正当地 触摸一名6岁的女童 于是原警办公室 对此展开调查 而Chang受聘语学校的 科后补习计划 接到投诉之后 Chang被格释 而在调查的过程中 一名7岁的女童 也都站出来声称 曾经遭到Chang触摸 于是警员在星期二 将它拘捕 而案件仍在调查当中 原警办公室鼓励民众 如果对这种案件 有任何的线索 请致电原警办公室 电话是650-363-4050 天下卫士记者 雷健感报道 欢迎收看命运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杜磊 我是郭敬诚 好 来来来 生命的美丽在于 经历挥别过去 然后影像精彩 讲得要闻粥粥 美 就像小鱼失去了大海般的 干嘛呀我们真是 是要送金粥 直接淘汰 不文青的人讲起文青的话 真无心 我跟你讲就是该来的就来 该走的就走 该断舍离的就断舍离 真的 我跟你讲 说实好像很痛苦离婚 他怎样太好了 直接找下一段新的 可是我居然看到走出来的 我都觉得他们已经没有 以前那么阿渣 就觉得整个人是清新了起来 真的讲实话 人家是说什么 这个要劝和不劝离 现在时代不一样 你看那个在里面不敢讲 后面离得都很开心的 来 欢迎我们命理老师 来 首先欢迎黄尤布老师 老师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李玉佩老师 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Amanda老师 好的 导演来了 是谁 导演来了 我觉得穿得比较新鱼 希望导演找我眼前 来欢迎许杰飞导演 导演好 来 还有老搭档陆元旗 小心 小心 这一对组合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你们认识多少年 我们认识快三十年 快三十年 快三十 对不对 我们两个多少年 更久了 好可怕 怎么这么有这个数字 不是第一档电视剧吗 不是不是 是电视剧 第一档电视剧 我们是1992年拍 对 那个母鸡带小鸭 对 文艺阿姨 对对对 好多人 所以你跟文艺阿姨的结缘 也是在母鸡带小鸭 是 在全家福 就开始 就开始了 那你们母鸡带小鸭还有 还有 韩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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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艺南 贾静文 静文有来吗 有 静文有 有 比较少 因为你们那时候已经王 后不见后了 什么叫王 是王那个 就是后不见后 你看这个戏多夸张 创造了多少的天王天后 帅的帅美的美 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直剧场一样 你看几乎大家都有一个很漂亮的称职 对呀 讲起来 袁琪其实刚开始是拍电影嘛 对 电影明星 电影咖 对 我们都特别尊敬 是吧 袁琪那时候其实 又年轻又漂亮 又年轻又漂亮 超多人追的 对不对 但是她就漂亮 然后有个性 又有点小恰伯伯 有距离 很奇怪 就是有一点那种小恰的女生 男生都会想要去弄她一下 有时候灯光师就说 哦怎么样 给你打好一点的光哦 笑一个笑一个 小时候不爱笑 我觉得自己没礼貌 不觉得笑笑的是一种礼貌 这样子 哦 对 你那时候是在哪里被发现进演一圈的 我在站柜 对 然后在站柜的时候就有星探找我去拍戏 你在哪里站柜 以前的中心百货 哦 对 一回台湾我就在南庄 生意超好的 每个男生都叫我帮他们量裤肠 好坏哦 男装在二楼 二楼对 男装在二楼嘛 对 我卖一个香港牌子 业绩还不错 你说你刚回国是什么意思 我小时候住在阿根廷 就是小学毕业 我们就全家都出去了 然后一回来 妈妈就觉得说 你又不爱念书你就去工作 家里也需要钱的时候 我就去工作 那工作我觉得也蛮好玩的 一堆奇奇怪怪的男生 都会来跟你买衣服跟你聊天 买东西给你吃 结果有一天就出现了一个男的 他就说你要不要来试镜 嗯 可是我去试了那时候没有用 没有录取我 然后我就去 有一天妈妈请我去金敖勋导演那边 送慧前给我表哥 他是纸片 然后我就送了以后 他们就说 我们有两个镜头 请你拍一下好不好 我就说好啊 结果原来就是镜头前面一个 然后狼狈一个嘛 然后回头就是 打曲中横一个巴掌这样 因为他偷看我 我穿迷你裙这样 然后 这一个两个镜头 之前是没有任何演出经验 没有 那你也不会怕 我不会怕 因为他们先给我钱了 一万五耶 哇 站贵要站很久耶 对啊 而且最主要是 教他做事情不会太难 就是他塞男生的 很容易 很容易 回头 可以吗 要不要再来 就拿到一万五好开心 我就现场就问大家说 以后有这个可以找我来 然后张氏就说 我们有一个电影在 征选女主角 你来试 就是国中女生 对 不会吧 然后一切就 就主演了 杰辉老师现在 提到拍戏 你现在也在教大家演戏 我教两年 然后教完了 我就回来了 我发现 我应该还是 跟产业直接发生 这种教学的互动 那个时候教了两年 然后就直接就 又回演艺圈 对 比较有的 有的发 就更有发挥 讲现实一点 就是钱比较多 那也是啦 是 来来来来 你看现在的年轻人 跟以前的年轻人 之前 这两个世代有什么不一样 你可以红三个月 那你也可以红三十年 那我觉得很多东西 你的这一些 基本功扎不扎实 可是你现在说 你来上这表演训练课 还要学那么深厚的基本功 大概没什么人 愿意来 来 你光是学那个呼吸 要练几年 可是现在我就找到 一个更好的方法 就是让他在这一出戏当下 他就能够进入那个状况 刚刚讲说什么 练一个呼吸 就要练多少年 是什么 因为你有好的呼吸 才有好的声音嘛 你有好的声音 才可以要求咬文嚼字 跟情感表 那通常这种就是 我不晓得你们 有没有看舞台剧 有时候你坐在那边 你会觉得 哎呦这个演员 怎么现在来演舞台剧 可是他在舞台上的 那个呼吸的方式 不太对 嗯 你们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OK 所以 现在是说 观众也没什么水 但是有的观众知道 就觉得他的呼吸是不对的 那老师可以示范一下 什么样的呼吸 才能够把戏演好 比方说要叫做 爸 妈 不要管我们的婚事 这样 他那个手 所以他做什么事情 真的绝对是十二星座里面 这种坚持很有名的 比方说 人如果决定 我要开始追剧的话 不管他看的这个剧有多烂 他一定会八十集 没关系 我看完 我想知道他一路能够怎么烂 好 然后最后结局 可以烂成什么样 那看久之后 他也许成为某个剧组的 这种追剧的专家 或者是呢 剪接师 剪接师 他知道可以怎么去剪接 不会那么烂 好 以後變著算了 張偉健 吳郭敬 鄭經基 張樓基 快樂英雄演唱會 12月23號 Reno Ballroom 投票請上網 www.salentticket.us 為先人選擇福地 絕不能興奮 首要考慮風水格局環境方位 都會影響子孫後人健康 及家族昌盛 位於Kunner市安樂園的梁聘聯小姐 就可以幫你找到最佳的福山寶地 由以新開發的藍年園 絕佳環境 藏風聚氣 你好 我是安樂園的梁聘聯 我在這裡已經服務華人社區 超過八年了 梁小姐 415-350-8398 灣區的朋友 你是不是整晚哩哩乱痛到睡不著 吃了止痛藥都痛到醒 如果是的話 就要找再生針灸診所的李鎮庭醫師 針灸的指導效果 會比普通指導藥好十到二十倍 特別是車禍工傷後所引起的頸肩背痛 李醫師有三十幾年中西醫骨科經驗 擅長車禍工傷 中風偏痰 辦公室電腦中合症 坐骨神經痛 五十肩等 請加微信 或致電 510-910-348-5 免費資訊 亞洲美食Mission Agile 位於5249號 Mission加Alison街 用料新鮮 不加味精 各式廣東菜 四川菜 多種湯麵 牛股湯底 越南粉 炒粉麵飯 特價午餐 定做外賣電話 415-333-2318 可以示範一下 什麼樣的呼吸才能夠把戲演好 比方說要叫做爸媽不要管我們的婚事 這樣 他那個手有時候你就自然一點就 爸媽你不要管我們婚事 這個是很平常的就 有的是那種一進來 爸媽不要管我們的婚事 他兩隻手就會僵在那裡 所以這個是很尷尬 即使是就這樣 他把情緒帶進來 爸媽 你就不要參加我們的婚姻大事 這樣就很自然 爸媽 你不要管我們的婚姻大事 就這麼硬 老師你這樣講 像木頭人 真的高 對啊我們看起來講說 爸媽你就不要管我們的婚事 就這麼簡單 這種動作 或者什麼很自然的表現 很鬆啊 人要鬆鬆的 而且 我都會給他們這些新人們更多的鼓勵 就是 我覺得你們用你們的方式表演 你會碰到 你有沒有碰到那種特別 硬的學生 然後你會鼓勵他 你可以去學剪接 就是不要執著要走目前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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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遇過很想要從我這邊肯定他的演技 我到後來我說如果你真的是要這樣 我很難滿足你 因為不是我吝嗇 而是 你自己很清楚 你就是 表演有問題 你才來找我挑 但是 你都不太接受 新的 表演的這種體系的時候 你只要我 我就肯定你以前很棒很棒 如果真的很棒 你現在應該是紅到 就是已經不太想見我 看到我都說 我很多學生 紅了 都用下巴跟我打招呼 氣氣 沒在忙 真的有人這樣嗎 我沒有關係 我覺得我自己 我清楚我在做什麼 但結尾老師 焦紅的學生真的很多 光是一個我的少女時代的王大陸 這是最經典的 沒有老師調教 真的就沒有這個演員 是 現在已經到大陸紅塵這樣子 但是最新的是 我們覺得最意外的是 魯廣眾 花獎男孩轉大 因為以前我們聽他唱歌就覺得 我的早餐 早餐 早餐 對啊 對啊 就是他那個頻率是直的 然後就會覺得這個人是沒有節奏的 可是讓我成花獎 我是因為老師 你講的他是你的學生 我才認真去看這一套戲 這個叫做選角導演 就是其實國外都已經有到這樣的配備 但我們台灣起步還比較慢一點 然後其實照理講是要做這樣的一個評估 給製作人 製作人才決定說我要簽誰我要用誰 但是我們講魯廣眾 等等魯廣眾一定要好好聊一下 就是 那你都怎麼教魯廣眾 大家還是很想知道 因為他覺得他也是插頭插頭 可是他也很可愛 他也很可愛 就怎麼樣可以把那根筋打開來 對啊 就整個人變成忽然有靈魂這樣子 他第一堂上課的時候 他自己躲在那個最角落 我也不打擾他 反正我就想說 因為他們這個戲裡面是演同一個家族的 躺兄 然後呢我就不打擾他 到第二堂我就 那你第一堂要先上什麼 我第一堂也是先調整呼吸 真的 怎麼調整呼吸 我怎麼抓到那邊 真的呼吸非常 你呢 老師那個肉胎在你那邊 你很酷 他不會呼吸 沒關係 他只會呼吸 我第一堂課 我第一堂課我會讓他這樣子 沒關係 你不要那麼猥瑣好不好 你過來 你說我只會呼 不會吸 你是要我吸就對了 呼吸 然後你都要看說不會呼吸 然後我第二堂我就跟他講說 廣仲你必須來前面了 因為這個戲你要扛票房 把他拎出來 我第一個我讓他知道責任 我希望你在這個表演的工作當中 是愉悅的 是快樂的 但是你是有責任 然後你要開始學習 去照顧同一個劇組 不管是自身的還是之前的這些演員 這才是真正的男主角 我說這樣 我自己我就夠不夠了 你還要我照顧怎麼樣 可是篤銘哥我告訴你 通常讓他知道你要去照顧別人 扛那個責任的時候 他表現就會特別好 他從第二堂課就開始 非常進入狀況 會主動幫誰幫誰 我設計兩個女生搶他 他要安撫這個安撫這個 我在丟不同的狀況 你想要跟這個不跟這個 然後他會馬上很明顯的 把那個表演的比例做分配 他是聰明的 非常聰明 其實現在的孩子都很聰明 只是有沒有人引導到他 想得到這樣表演 或是這樣的表達 好 幹嘛 老師請你教育學生 你剛才那一句 爸 媽 婚事你就不要管了 黃悠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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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容易請到一個 超大排的戲劇老師 老師你可以演出這個角度 這句話是不是 爸 媽 我的腳 我懷疑你 篤霖哥你知道嗎 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直接 就是我大概上課 我知道你會怎麼演 因為每個人 我們看得出來那個慣性表演 我可能就直接破題 就是說如果黃悠福同學 他等一下要表演這一段 我就自己先把他 所以表演的先破掉 所以你不能夠再演 我剛剛演的 你要創新 好嚴厲的老師 所以這個就很難 好討厭喔 你懂嗎 所以有時候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的 現在的這些表演狀況 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很慣性表演 你要激發他的潛質嗎 是 那你激發一下 他們兩個談戀愛 你要 他在一起 他在一起 我就跟你說 你們兩個就不適合 其實 對啊 你們要跟他一起做 我會 你們要跟他一起做 對啊 我只是跟他一起做 好好笑 對啊 喔 幾年啊 他硬要在一起 還一起學命 一個人算命就好 都兩個都算命 老爺你不要再去 你要看這個笑味 從頭到尾一直唱 好 好啦 這個可能 也是算聽話啦 我們就給他們兩個到底 也算有幫夫妮 好煩喔 不過他又帶一個女兒 這樣 他又帶一個女兒來 要看女兒接不接受這個安可 又貼心同事 又貼心同事 然後也會算命 也會算命 真的算命世家的 對啦 來啦 Amanda老師 我們就來看看 什麼樣星座的人 學術有專攻 堅持到底一定會成功 嘿 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人生的一片天 但是有些星座特質 他們其實 在這種學術 或者是自己專業的領域 是可以堅持下去 有一片天的 我們就可以從自己心盤當中的 上升星座 太陽星座 以及跟學習 跟表達這種很多事情 想法有關的水星 一起來觀察 喔 首先第三名呢 如果有落在金牛座的朋友 原因是因為 不受干擾 持之以恆 好 其實我們知道 除了少數的這種 天種英才之外 你要成為一個專業人員 你要有一定程度的這種堅持 對不對 很努力不懈的這種特質 那金牛座 因為它是一個固定的 土元素的星座 所以它做什麼事情 真的絕對是十二星座裡面 這種堅持很有名的 比方說金牛座的人 如果決定我要開始追劇的話 不管他看的這個劇有多爛 他一定會80集沒關係 我看完 我想知道他一路能夠怎麼爛 好 然後最後結局 可以爛成什麼樣 那看久之後 他也許成為某個劇組的 這種追劇的專家 剪接師 對 剪接師 他知道可以怎麼去剪接 不會那麼爛 好 那如果像金牛座的人 他可能想要去吃美食 很喜歡吃甜點 他可能就會立志說 我要吃遍台北市 三百間的這個甜點店 吃到後來 不管你的這個品味 這個口味怎麼樣 其實你都能夠知道 一個這種他們的特色 他們用料做法好不好 可以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 好 所以因為很堅持 所以可以成為專家 第二名呢 如果有落在射手座的朋友 好 為什麼呢 大家覺得射手座都是一個很愛玩 對不對 很自由自在 不受拘束的星座 為什麼可以 這個一定會成功呢 原因在於 人離相跪大器晚成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認識一種朋友 小時候在台灣 成績很爛很糟糕 每次這個考試都排後面 好 那因為真的念不下去 沒有學校送到國外 結果突然間不知道為什麼 大學研究所博士班 一路念上去 有 連續劇有看過這種 對 真的 連續劇會寫 表示現實生活 就是會有這樣子發生 好 所以射手座的特色橋的人 有時候他們需要 在一個不一樣的環境 跟原本我們成長的環境 不同的地方 他們是能夠更有發揮的 而且射手座的人 因為他們不喜歡受到拘束 所以他們比較適合現階段 比較適合西方這種 引導式的這種教育方式 更能夠開發他們的這種 潛能 然後呢 只要能夠持續的 待在這樣的環境 然後他們是一個 需要時間跟空間的 他們是可以得到 這種成功的一個機會 那第一名呢 我們來看 如果有落在摩羯座的朋友 原因是因為 好像我們導演 其實有非常強烈的 這個摩羯座特質 我一直以為 我身邊沒有摩羯的朋友 原來是 有喔 就在你家隔壁 是 我可能很專業啊 我一輩子都做這個工作 這是金牛座 可以成為成功的一個職人 那摩羯座 它不僅僅是職人 它是達人 我做這份工作不夠 我一定要做到頂尖 做到最好 為什麼呢 金牛座很能夠持之以恆 但是摩羯座 它除了也是這個 土元素星座之外 它除了要別人肯定我 還要別人對我有一種尊重的 這種企圖星跟野星 所以摩羯座特質強的人 你不要看他外表 好像默默的都不講話 不表達什麼 其實他內在有一股 很強烈的這種野心跟驅動力 是 好 所以他們可以為了 自己設定這個目標之後 他真的去立下計劃 然後按照這個計劃執行 比方說可能在小時候唸書的時候 他自己說 我一天要背什麼30個單字 一個月要看兩本外文書 好 然後每天要寫幾篇 這種英文的練習 真的很可怕的就在於 摩羯座特質他真的能夠做到 而且持之以恆 就這樣子達到他的目標 好 所以導演今天能夠成為 這個專業領域的專家 絕對不是空白而來的 再來摩羯座特質他們很強調 一種扎實的基礎 好 像大家如果剛才從節目開始 就有看我們的節目的話 導演其實在講話整個過程當中 他是強調基礎的重要性 對 這是摩羯座的人 他們很不怕別人來質疑我 因為我基礎夠穩 其他的招式 這都是花俏的功夫 花俏的招式 只要我基礎夠穩 又是開創新作 你可以 我可以見招拆招 你來什麼 只要我基礎很扎實 我都不怕你的考驗 就因為這個原因 他們一定能夠成功 好 提供給大家參考 真的 零利率貸款 還有1000元紅利現金 更有1000元黑色星期五現金 沒錯 零利率貸款 在家高達2000元 寧可用於支付投款 或其他假期消費 而且90天內無需付款 優惠截至11月30日 立即造訪您的福特經銷商 位於阿摩ville的 Easter Bay Badminton Association 是你娛樂同健身的最好去處 適合任何年齡同性別 眼毛球課程由國家級的教練教授 不但帶給你無權娛樂 最重要是輕鬆令孩子學會紀律 EBA除了館內的Pro Shop 還有網店 www.badmaintainexpress.com 兩間羽毛球專賣店 為你提供全方位服務 馬上來感受一下 510-655-8989 位於奧倫富興中心二樓的櫻花會 環境優雅 由你置身日式庭園 每日送上新鮮上城的日本美食 火焰三飯粒杯 頂級A5神戶牛肉 香草羊架 每晚醉潮 cocktail 要享受 東灣最具創新活力的日本美食盛演 就來櫻花會了 晚上免費泊車 電梯直達二樓 今晚再會去哪裏 翻賣 就來富興中心二樓的櫻花會了 電話510-891-1781 智日期間最大優惠 Macy's家庭朋友 特賣日 用Macy's card或者saving pass 積獲百分之三十額外優惠 就連少有優惠的名牌貨品都有折扣 購買任何美容產品百分之十五折扣 來分析什麼樣性別筆劃的女人 經濟是可以獨立的 好 我們要看的是人格跟總格 所以大家就把人格總格的筆劃 好 女生的 看你是不是一個可以經濟獨立的女人 好 其實經濟獨立的筆劃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們這裡的組合是經濟真的真的能夠獨立的人 好 人格總格如果出現了十三十七 圓形 就是人格 你三十三有 三十三個 耳朵死的 看他開樂透 好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七 二十九 三十一 三十三 好 三十七跟四十八的女人 其實這些女人太知道了 一個人要活得有尊嚴 然後要被人家看得起 首先就是要經濟獨立 這個經濟獨立的意思就是十一柱形 所有的用度都是自己賺 自己畫 那除了自己用自己畫之外 她心有餘力 她還可以幫助她自己的家人 好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自己也會有一些積蓄 但是經濟獨立並不代表她賺很多 即便她是微薄的一個收入 可是她對自己的經濟她是有自主權的 有很多這些筆畫的女生 她嫁的夫家其實經濟環境是很好的 是不需要她出去工作的 但是這些獨立性很強的女生 她認為靠山其實山會倒的 即便是我在家裡的衣食無缺 可是我還是要靠自己的能力賺錢 我永遠要讓自己在工作上保有一個競爭力 因為難不保哪一天這個婚姻出了狀況 那跟社會脫節很久的時候 自己就會變得沒有信心了 那其實這些經濟很獨立的女生 多半都是白手起家 家人對她的幫助並不是很大 反而她們能夠心有餘力的時候 是來幫助家人的 像有很多女生就好像年輕 家庭主婦當了很久了 那比如說有的人她沒有辦法出來工作 她就是搞以前是搞什麼 搞代工 家庭代工 賺這些小錢在以前的 裝小燈泡 對 裝芭比娃娃的頭 對 以前的媽媽都這樣 所以老公的錢是拿回來 對 那個錢真的是辛苦錢了 所以在大概四五零六年代 媽媽大部分都是這個樣子的 甚至有的就是幫人家帶小孩 後來呢 帶小孩 網拍開始了 她們搞網拍 那現在很流行這種代購 或是做直播 總之這些筆劃的女生在經濟上面 只要她自己願意的話 她真的是可以走出一片天 這個女人要有錢 這個口號是真的 有錢你就會有自信 那自信寫在臉上呢 你的人生就是美滿的 所以這幾個組合就給大家做參考 這個兩性關係 出現一些裂痕 要離婚 其實孩子也會有感覺 對不對 孩子 你剛開始已經有怪怪的時候 然後你孩子就有給你什麼建議 兒子是希望我趕快找到 我自己開開心心的人生 他覺得我不要那麼苦了 兒子幾歲的時候會跟你講 他還沒小學畢業就跟我說了 他會怎麼講 他說媽咪 你都種的東西也自己拿 然後都一個人 有的時候他們生病 我帶他們看 他們生病完了以後 換我被他們傳染 一路這樣從小到大 他其實是有感受的 因為他們不舒服我會抱他們 我不舒服我在 像流感 第一次流感我痛到在哭 也沒有人會抱我啊 孩子看在眼裡 那爸爸在哪裡啊 他爸爸在賺錢啊 在大陸工作 在大陸工作 對 好了常常在大陸做賺錢 然後你們後來分居多長時間 分居是去年的事情 對就是離婚的 但是一路家裡就常常就是 男主人就不在就對了 就是其實就是我 對 然後妹妹因為是女生 女生就比較多小劇場 就會覺得說 嗯 怎麼可以 就是別人家庭都是有這個有那個 然後有怎麼樣 成員都要到齊 對 你不可以讓我這樣子喔 這樣 然後後來 人家都有爸爸 你不可以讓我比爸爸 對 慢慢慢慢女兒也是貼心的 就是對 會跟我聊這些事情 媽媽你去教一個叔叔吧 沒關係 只要他愛你珍惜你 OK 這是昨天晚上 我哥哥哥他講的內容 對 他可以 他可以疼你愛你 愛我跟哥哥 很照顧我們 我都接受 我也會很愛他 可是我要先跟你說 在我心目中 是沒有人可以取代我親身父親的 我覺得嗯 我知道我知道 我尊重你 我們其實是聊天都會聊這些 就像朋友一樣可以聊 對 然後他生日的時候還說 阿貝 你可不可以錄一段那個 母親節 母親節 阿貝你可不可以 我媽媽母親節 我想要給他剪接一個影片 那你可不可以偷偷錄給我 然後不要讓他 看你要講什麼都可以 那如果你很忙 你不錄也沒有關係 謝謝你 那天他找了有沒有40個啊 好朋友圈內的我的閨蜜 所有桃子阿姨李仁叔叔 全部都在裡面 美秀 全部大家都在裡面 輝哥 很多人都在祝我母親節快樂 那今年母親節是我第一次 我恢復到單身的第一個母親節 那天呢早上起來的時候 其實我本來只想當個二百五 就是放輕鬆 就是想要自己週末不工作沒壓力 我今天規定自己放自己嫁這樣 好我也是喝個咖啡在刷手機的時候 我眼淚就噴了 對 靠得全昏離 化妝 化妝 看到第十幾個人的祝福 就已經昏倒一次 看不到 然後又再把它用潑水 媽媽醒來 然後醒來之後再看第二段 再昏一次 是什麼他剪完潑在臉書上還是什麼 他說他傳很久 因為那個影片沒有辦法 數眾多 對 然後就他說 我真的是很精心的在策劃這件事 你知道嗎 我有的寫簡訊 有的打電話 還有外國的阿姨什麼的每一個人 還有我一個閨蜜是喝醉久了回去應酬 我兒子還跟她講 阿姨不行你今天一定要錄了 我來不及剪了 結果我那朋友是喝醉了說 你很棒 我的朋友裡你最棒 就是又哭又感動 又覺得好笑 然後又很溫暖兒子的心意這樣 然後女兒因為她幫不了什麼忙 所以她知道那天我早上應該會 一直重複看那個影片 因為一直看不完嘛 是 然後一直擦眼淚 所以她就在旁邊抱著面紙 就 就分工合作這樣 很感動 孩子心思多細 他們越懂事越乖巧 身為媽媽的就越心疼 越心疼但也越有力量 是 當然當然 玉佩老師我們就來看看 什麼樣性面筆畫的人 她的子女可以很拐巧又貼心 好 我們要看的是 帝格跟總格 大家就把帝格總格的筆畫 拿出來對一對 那麼帝格的筆畫 是怎麼算出來的呢 就好像圓齊 她的帝格就是圓家齊 所以她的帝格是十七畫 總格就是陸圓齊 相加是三十三畫 如果觀眾會用你的名字 只有一個字 一個字的話 那你的帝格就是加一 就舉例來講 許潔輝 如果她的名字叫做許潔 那麼她的帝格就是 潔這個字是二畫加一 所以帝格就是十三畫 這個男女是同論的 我們來看第一個組合 子女之所以乖巧又貼心 是因為小孩子成熟又獨立 你的帝格總格如果出現了 十一 十七 十八 二十四 三十五 跟四十一的人 其實小孩子獨立成熟 並不是她與生俱來的 而是父母親的教育 教出來的 其實有些孩子 越在患難中成長的孩子 她的成熟性 她的獨立性是越強的 那麼這個組合的孩子 就是很上進 很認真又很找熟 那他們跟同年齡的孩子來比 他們能夠體 比較能夠體諒 體會出父母親的難處 而且父母親帶到這樣的孩子 他比較能夠省心 那說到體諒父母的難處 他們大概都會做些什麼 比如說就是自我打理 功課回來之後 自己不需要父母去督促 自己就把自己的功課做好 如果他是哥哥姐姐 除了他自己要顧他的功課之外 他還會照顧弟弟妹妹的功課 甚至於幫父母親去做分擔一些家事 甚至還有些孩子 因為父母親工作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跟父母親住在一起 他可能是跟外公外婆或是爺爺奶奶住 他雖然是很羨慕別人 為什麼都有爸爸媽媽來接送他 沒有 但是他可以接受這樣分隔兩地 他所期待的就是 每個禮拜 只要我爸爸媽媽來陪陪我 我就已經是很滿足了 那還有的這些組合的人 如果說他本身家庭環境不是很好 在這樣環境下的一個孩子 他們從早都訓練他們打工賺錢 剛開始是賺自己的零用錢 慢慢地賺自己的學費 甚至在多的時候 他賺的錢是可以拿回家貼補家用的 所以這個組合的人 他們的孩子是有這樣的一個特質 現在最怕的是什麼 怕的就是說當事人 像有很多什麼爺爺奶奶父母親 會覺得自己苦就好了 不要苦小孩 所以把很多事情都不讓小孩子去接觸 不讓他們去試 反而剝奪了孩子一個獨立的這種特質 這個是滿可惜的 那對到這些組合的人 如果你是這樣的父母 什麼事情都攬下來 不讓孩子去介入的話 這是很可惜的 好 我們來看第二個組合 是小孩子乖巧又聽話 我聽過最美的一段話 就是我們現在兩個人在一起 就開始我們的旅程 可是這個旅途可能 我們的路線會不相同 但是我們堅持下去 我們的終點一定會是在同一個地方 我在想中間這一句 我們的路線不同 然後你就慘了對不對 可是我堅持了 因為我有孩子 只會是我們 只會是其間最大優惠 Macy's家庭朋友得賣日 用Macy's card 或者Saving Pass 積獲百分之三十 額外優惠 就連少有優惠的名牌貨品都有折扣 購買任何美容產品百分之十五折扣 合心意的禮物让大家更亲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查询电话415-221-8100 乱爱总有幻光 乱爱总有狡猾 真真假假不要追查 真过一次好吗 以后变着算 初初对不必理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月23号 Reno Ballroom 投票请上网 www.salentticket.us dubbi 现在不要周年以上的了 你有没有发现吗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现在就是大家的 所以我我在想说 为什么我们不太会写台湾的中年人的 的戲 為什麼 你說像大陸那個 我的前半生 你看韓劇一定都是一個歐巴 配一個小鮮肉 也是耶 幾乎都是這種規格 他雙支線一定是這樣 是 所以你看就是這些觀眾 你們都不支持我們這個 中高齡的演藝人 對啊 所以其實像我們 其實像我們這樣子 算終身代嗎 算終身代 算終身代 就像我們這樣子 你說叫我去演科俗員的媽媽 你說這是不是要我死了算 我還不如在家 你不要丟臉 我們回家我們賣奇異果 這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發揮的空間的確也是個問題 就是不太會寫戲給這些 中生代的演員 其實我遇到好多他們都很願意 可是就不太會寫 真的 不太會寫這種中生代 還有就是我真的我很認真 老爺 你快點幫我們 我很認真在想一個問題 我就說現在只要是那種 招考演員都是年輕的 我其實很想招考那種60歲以上 已經在退休的 然後他願意 因為他的人生歷練已經很豐富 很多故事在身上 其實我這個想法來自於日本 他們那個經濟泡沫之後 很多公司倒了 他們的老闆 社長或者是他們高階主管被裁員了 那他們就沒工作 結果這些大老闆願意去演家層 跪在那邊 什麼 就演得特別好 因為他平常就是一個 在公司的一個領導 所以我就覺得 台灣其實應該是可以 再做某種資源回收 就是找那種年紀比較大的 然後再來訓練 這很有意思 這有做資源回收 也許我形容不好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可以這樣 我們可以做這個 有年輕人的心理 你也是要跟他們照顧 跟他們說資源回收 人家都照你買長照鞋 你哪有名的 出去跑跑龍套 演個家成也OK嗎 你說如果想要領古塔 我就要跟你團購 好 一次以後 好了 所以袁錡在家裡 休了當家庭主婦 當了15年 忽然要被迫回到職場 心裡是不是很緊張 我就去第一次 我只去入一集 我從頭發抖 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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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到收工 然後那天媒體 好多大家都想要問我 怎麼了 什麼事 我說實在話 我比較想知道 下一秒會怎麼了 什麼事 我不想去說前面到底怎麼了 因為我來不及往後面 就是往過去去看 可是大家一直要我講的時候 我連拍照 我那天就跟小莫偶一樣 我不會動 然後錄影的時候 大家講到 只要是跟感情 或者是婚姻 或者是什麼 只要是跟我有一點 搭到一點線的 我就這樣 就跟著 然後我就都看 吸一看 然後閃不掉桃子的眼神 他說 他就是總是會點我 我說 我看到你眼睛已經紅兩次了 你又忍不住了 就是 他一句話一來 我就是忍不住 話講回來後 我們也認識快三十年 你當初追你的人不是很多 你為什麼會嫁給他 我就是自己想要定下來 說什麼當年緣分 那好啊 那男人那張嘴 他有給你什麼承諾嗎 給你一個筆記 男人最會的就是說承諾 你也聽過什麼美得要死的承諾 說好 我就你了 嫁給你 有耶 真的嗎 我們聽聽看 可以說嗎 我看我笑了嗎 沒事 可以說 我聽過最美的一段話 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兩個人在一起 就開始我們的旅程 可是這個旅程可能我們的路線會不相同 但是我們堅持下去 我們的終點一定會是在同一個地方 不美嗎 你們為什麼都沒感覺 那就是 我在想是哪一站 我在想中間這一句 我們的路線不同 你就慌了對不對 可是我堅持了 因為我有孩子嘛 我那時候已經懷孕了 終點就是在凌孤島 對 我買了一個兩人套房 哎呦 PC耶 可是女人就是傻 有時候聽聽這個話 又可以走個幾里路 其實我剛剛要講 我們兩個私底下在講 我說其實這個男人 他在沒有出狀況之前 他在一個正常的狀態的時候 他還真不錯 他是一個幽默風趣 他是一個有 看得到他的未來有熱情的一個人 我把他想像說 他會有 就是怪到這樣的情況 他說 男人有時候中邪 我說 就中邪了 就是中邪了 他整個走鐘 人生走鐘 狀態走鐘 他所下的每個決定 都是 不利自己也不利家 不利家人的 那我們只能說他中邪 不然我要怎麼解釋 竹林哥 我們剛剛不是在講說 其實我們的那個成長教育 到中年這一塊 是最不被 不被 教育關注 或者是 其實他們也需要 所以你看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覺得他們一定可以 對 你們就應該是怎麼樣 你們就應該負起什麼責任 你們就 所以這一塊變成 他身體也在改變 對 他也在更年期 進入一個更年期 他也在怎麼樣 他心智成熟各方面 他在做很多的取捨 這一塊反而比較少被照顧到 嗯 好像是 對 好好好 我會關心你 多一些 Amanda老師 什麼樣的星座的人 他可以把自己的人生過得很精彩 我們看看自己心盤當中的 太陽的星座 上升星座 以及木星的星座 木星比較少討論 因為 木星的話呢 在我們三星學上 前後同一年出生的人 我們都會有相同的木星的星座 是 要走得比較慢 所以你可以觀察到 有時候 某個年紀的人 好像有相同的氛圍 這有可能是木星的影響 那木星在占星學上呢 跟一個人的信仰 信念有關 所謂的信念 不見得是我們所謂這種 宗教上面的事情 是 比方說有的人會說 我相信未來一定會更好 或是我相信呢 這個 吃苦就是吃補 這就是一種信念 老師 我們的木星怎麼找啊 木星的話 他會寫個木這個字 像 用這個 用這個星盤就可以了 對 像元祺的話 木星就在天蠍座 結輝的話 木星就在雙子座 是 所以關於信仰 信念這個主題 元祺就會帶有天蠍座的色彩 結輝導演就會帶有 雙子座的色彩 好 我們就從這幾個部分 來觀察看看 我們什麼樣星座的人呢 可以過得人生非常的精彩 首先 第三名是有落在 天蠍座的朋友 原因是因為 吃喝玩樂 樣樣不缺 好 像靖淳姐 上身就在天蠍座 好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特質 獨鈴哥應該有強烈的 對 太陽上身都是天蠍座 很天蠍 我們說像剛才講 有的人他非常在意工作 可能很投入在工作領域 有的人覺得感情生活 是我人生的一個最重要的目標 對 一切放在感情 但對於天蠍座的人來說呢 那項都不夠 不是一個完整均衡的人生 他要什麼 我工作的時候認真工作 但是呢 我下班之後 我可能走出公司的大門 我就完全忘記公司的事情了 我之前就有遇到過一個 天蠍座特質很強的朋友 他去度蜜月 十三十四天回來 他進公司的時候 那個電腦開機密碼都打不開 我試欸 我試欸 他就試了好幾次 要呼叫那個工程師這樣子 對 我可以就是玩一玩之後 就忘記這些密碼什麼什麼 完全忘記 對 為什麼他們投注在每個人生面向 對他們來說 真的晚年 或是年紀大一點 我們來回顧自己的人生 他會覺得其實我 說友情 我有非常棒的友情 家人我也照顧好 然後這種工作我也認真對待 就是各個領域我都對得起自己 其實這會覺得是一個非常精彩 又均衡的人生 好 這是第三名 下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活得精彩嗎 好 來 因為今天提到我們兩位貴賓 他們的認識是因為拍電 拍母雞帶小鴨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字面就是 雞桶鴨鞭 從四個字面選一個字 來看看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不可以活得精彩 來 好消息 全美銷量冠軍的太子牌新地址 第一次舉辦百分百威州聲 展銷會 限量供應中短支威州聲 特價90元一磅 大號長支威州聲 特價100元四合 優惠多不勝數 購物還有禮物送 12月2號到3號 上午10點到下午4點 太子行直銷中心新地址 東灣 Livermore 751 North Canyon Parkway 電話925-292-38888 網址popus.com 永久居所福山寶地 San Matteo百寧園 新開發的玉景山靜年園 以及希和的百恩園 背山面海是灣區最佳的風水福地 能覆摘子孫 為方便客戶 在三藩市華埠特設有服務中心 我們的專業團隊 已成為你和你的家人 度身訂造生前預購一條龍服務 歡迎親臨參觀展廳 免費諮詢預購優惠及專車接送 七日營業 三藩市華埠153 Columbus Avenue 請職來電免費熱線 1888-339-2888 1888-339-2888 第二名如果有在雙子座的朋友 很精彩的原因在於 多方嘗試樂在其中 像傑輝導演的沐昕就在雙子座 我們說雙子座是一個什麼 很靈活多變 而且重點要有趣的星座 所以雙子座的人他們很能夠 在自己所遭遇到的環境當中 自己找出樂趣 像因為傑輝導演你的上身是摩羯 所以你的雙子會在你工作這個領域 因此你特別在工作上 你會覺得要很有趣 比方說我們剛剛前面講 你很認真對待你的工作 但是認真專業是一回事 可是它要很好玩 一旦你覺得這個工作不好玩的時候 你可能會馬上跳到另外一個工作 或者是你就有本事在這個 看起來很枯燥的工作當中 自己去找到 我都一直在開發 對 我的表演訓練課不再是傳統的那一種 我有上雪江課 溺斃課 對對對 有一次最難還模仿那個周潤發 英雄本色他不是在那個天台被打了一拳 然後整個血是吸在鼻子裡面 然後這樣 然後那個血這樣 我們連那種課我們都懂 心圓很難喔 心在鼻孔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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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那個就是要這樣訓練 但是隨著實在在進步 我們其實這些表演訓練的技術 方法都要提升 所以我覺得我會樂在其中 是我一直在想新的課程 沒錯 就是腦筋非常靈活 一直在動 一直在想 而且你把事情 它要變成像暴雪江 聽起來就是一個好像就這樣的事情 可是它動得非常的好玩 你自己就會樂在其中 而且跟你相處的人 也會覺得很快樂 第一名人生會很精彩的星座是 天蠍座的朋友 很精彩的原因在於 轟轟烈烈 精彩刺激 太精彩了 好 真的 天蠍座特質強的人 他的人生一定是真的比過八點檔 他一定會在某個很平順的時候 很可能就遭遇到別人難以想像的危機 是 但天蠍座很棒的一點是 他就有本事去克服這個危機 然後創造出另外一片天 其實我想討論一下元祺的星盤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他的星盤非常特別 在於哪裡 他整張星盤有五顆行星都在天蠍座 看著聰明怎麼那麼笨 是不是 而且你看 這個長得也聰明 這個長得也聰明 沒有 他就是換在天秤 他全部都天 都欠天 你看 天 都放在那裡 都欠天 你看 對 意味著他的生活領域 他的生命其實很多的能量 很多的故事都會集中在那個部分 好 那他在他個人星盤是什麼 跟婚姻有關 跟婚姻當中的金錢有關 以及兩個人的價值觀所帶來的問題 是元祺不管是跟誰結婚 都會遇到同樣的情況 對 然後呢 然後他的這個星盤 對 他的星座 我們剛剛講 他的行星 對 就在三個星座對不對 偏偏有一顆土星在金牛座 對 這個土星你可以想像 它很像是那個水桶的提把 因為剛好在這三個星座的對面 你只要一拉起這個土星 他整個人生都會受到影響 偏偏元祺的土星就落在於 跟金錢有關的這個公位 所以基本上元祺你的個性會太在意他人 非常配合你的另一半 然後呢 你自己欠缺一個嚴重的自我價值 所以因為這樣子 你會覺得自己內心是不夠好的 可是一旦遇到金錢上面的問題的時候 你的人生就會遭遇到比較強烈的衝擊了 好 但是我們說 可是土星它並不是只是我們的考驗 天蠍座也不是只有壞事 我們常常跟這個就是婚姻可能 比方說離婚的婦女我們這樣講 在結婚的婚姻關係當中 我們心盤的太陽代表我的先生 那離婚之後呢 我們剛好有這個機會 讓我自己來扮演我生命當中的太陽 你自己得到了一個發光發熱的機會 好 所以你經歷這些人生的這種金錢 以及伴侶議題上的考驗的時候 真的像剛才金淳姐說的 你真的能夠把你的這種故事分享出來 你自己得到一些經驗 然後來激發激勵身邊的人 這是你可能非常能夠具有的一個天分 真的 謝謝 謝謝老師 好的來 優夫老師馬上幫大家進行一個測字占博 大家一起贊一下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活得精彩嗎 好 今天提到我們兩位貴賓 他們的認識是因為拍片拍母雞帶小鴨 所以我們今天的字面就是雞同鴨獎 我們四個字面選一個字來測看看 未來一個月我可以不可以活得精彩 那請貴賓 還有觀眾朋友請你選一個字來測囉 好的 許導演請選 我媽媽都有在看這個節目 她都跟我說 你一定要挑什麼你知道嗎 挑什麼 挑沒有人挑 為什麼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你這樣子沒有選到的 電視機前面有人有選到 你要跟他這樣 這樣才有連結感 你不可以主書只想自己而已 你要想觀眾朋友 我媽媽 你媽媽沒想到柯文哲她媽媽咧 你出來選台北市長 對 所以導演要候選嗎 你候選 緣起先選 直覺嘛對不對 直覺 講 講 老師 壓 壓 我也壓 你們都是壓 我也壓 那剩雞跟銅給你選 那雞跟銅 那個雞是我媽媽 銅是我 媽媽你有參與 好 好 好 結婚媽媽選雞 對啊 好 那觀眾朋友也有選 我們現在來開獎了 我們直接從那個 阿輝的媽媽的 好 雞媽媽 好 如果是選雞的話答案是 登山塑溪 不會艱難 什麼意思 這當然是運動啊 戶外運動非常精彩啊 你看這邊是 這個好啊 西的結果 這邊是南的結果嘛 所以這是戶外運動精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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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銅 銅是你自己選的 是 還有觀眾朋友如果是選銅的話 答案是 洞察市場合理 好 上場 你最會了 非常精彩 90分 好 欸欸欸 兩個高分都被選了 好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先看這個獎 獎的話呢 抱歉了 是你自己選的 對 還有觀眾朋友也是這個字的話 答案是 明顯代勾 說不清楚 好 抱歉啊 還要再講 這邊是說的開始 這邊是勾的結果 所以呢 這暫時 這個比較不好 就是這 其他的你們好像都講好 為什麼會選這個鴨會比較好 假鳥 假鳥味 不是 現在這個季節 就是要吃 假母鴨 好 兩位主持人跟兩位老師 能不能講好四個人都選這個字 對 答案是 鴨隊投資 鴻福大賺 好快喔 今天是我們潛拆上活得精采 100分 Yeah 謝謝 謝謝 來 謝謝老師 好啦 也要謝謝許導演來到我們節目 好 我們一起要祝福小七 謝謝 未來的生活都能夠更精采 肯定 不夠好 重新開始 偶爾 一講得到 踏出第一步就有第二步了 對 加油加油 我們都支持你 好嗎 好 謝謝 也要感謝您的收看 別忘了下次同一間請準備收看 命運好玩 拜拜 對 加油 美茶設宴一定要找一間好的三藩市 大文西的海港城酒樓 位於半山高尚地區 環境優美 天天茶市上百種新舊港式點心 晚餐多款和菜及每週精選推介 特惠與鴨 任君選擇 廳堂歡躺闊帶 適合大小婚宴 壽宴 禮月 畢業及各社團各類宴會首選場所 門前超大停車場 電位熱線 415 282 8883 如果你遇到電線掉落地上 你要遠離它 火電911 讓救急人員來處理 警察局 消防局和皮靜尼也會回應 皮靜尼會維持生產安全 您現在收看的是天下衛視 三藩市 華會城美國首個城市按需求收停車費 三藩市交通局 建議由明年起 市內每個路段 在不同時段的停車表位收費 都按照需求來決定 舉例來說 如果某一地區是餐館集中地 唐晚的時候米標停車費 可能會比其他時段要高 現在三藩市內 一共有3028個停車表位 交通局官員說 這種做法是希望增加市內停車位的流通量 尤其是在高需求的地方 如果不想給高停車費的民眾 可以將車停得遠一點 停的時間短一點 甚至選擇不開車 三藩市參試會 預計在下個星期二 會表決這個計劃 如果通過的話 三藩市就會成為全美第一個 全城停車位都按需求定收費的城市 其實以一個概念 早前已經在三藩市市內的繁忙地點進行試驗 而由於試驗成功 三藩市交通局決定繼續實行按需求收費 而交通局的最新建議 就首次涵蓋城市西部和多個住宅社區 根據建議的計劃 會檢討每個地方停車表位的每小時收費 而每三個月 按不同地段的供應量調整一次 幅度可以是加減25先 收費標準以每一個路段為單位 並方為大約三個時段 大約是早上9點到中午12點 中午到下午3點 和下午3點到傍晚6點或者更加夜 交通局會用每一個咪標位的流通量 和路段的空車位情況數據 作為規定基礎 不過有人就認為 計劃的原意雖然是好 但是又擔憂這個方案 只會令那些相對富有的駕駛者得益 天后衛視記者 梁里拉報導 全國 紫黏土玩具有美軍 Toys R Us 召回產品 Toys R Us 公司 因為在一款紫黏土玩具中 發現了美軍 而要全面召回所有的Totally Me 紫黏土手工套裝 他們表示 在歐洲 德國和美國 各接到一宗投訴 消費者說 發現紫黏土發霉 不過沒有人受傷 已經購買了產品的市民 可以到店內申請退貨 需要召回的 一共有6000套紫黏土手工套裝 產品號碼 AD1124 銷售時間是今年1月到10月 煤軍對於免疫力低下的小朋友 會造成傷害 也可能吸入肺部 對煤軍過敏的人 也可能接觸之後 產生過敏反應 天下衛視記者 虛音報導 各位觀眾 想知道怎樣用手機應用程式 來看天下衛視 首先在Apple App Store 或者Google Play 搜尋Logo BTV 下載之後 記得申請一個你想要的帳戶 以及一個想要的密碼 之後在找天下衛視 4.2號台就可以了 不僅天下衛視節目表 還有預錄功能 而且還可以隨時隨地駁上電視機 如果你用iPad的話 記得搜尋Logo BTV 記得用iPhone Only 想了解更多 馬上去我們天下衛視的網站 各位觀眾早安 歡迎收看一早報 我是李美萱 今天是12月1號 星期一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 在新北市的土城 昨天晚間知名的鵝肉店 是發生了大火 而且這個嫌犯送火 目前得知消息 似乎是已經有逮到兩名的嫌犯 但是這場大火營造成一個人死亡 兩個人受傷 老闆娘還命為重 店內火勢猛烈 農烟網上串燒 消防隊員拉水線搶救 這間店是土城知名的 抵禦炫鵝肉飯 老闆心急如焚 那是我三人看 我以前的三人 他說整台電路 黑色的 到這裡一個整個都要去 等我一家幾個都要去 那幾個都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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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最早也有 一台車是不太好 監視器拍下 老闆在嫌犯丟汽油彈之前 出門遛狗逃過一劫 疑似有人丟汽油彈 兩人一組 一人開黑色轎車 另一人下車作案 晚上8點41分 店內冒出火光 四泉樓的建築物一到二樓 全面燃燒 這種的嫌犯是有特定的目的 那至於特定目的的成因 我們在深圳調查中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今天把它釐清楚 最重要把這種嫌犯逮捕到岸 農煙網上串 三樓一名28歲的女子 為了逃生而跳樓 又吸入性的嗆傷骨折 那一名60歲的女子 全身32度燒燙傷 到院前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院方緊急搶救 把她從鬼門關前拉回來 還有一人自行到院就醫 而送雙核醫院的傷患 有一名30歲的男子 是耳肉店的員工 全身32度燒燙傷 另一名50歲的男子 全身多處燒燙傷 不幸死亡 還有人在慌亂中腳扭傷 對方丟汽油彈 報復意圖明顯 是針對高人氣的 鵝肉飯店家而來 還是找住戶尋仇 警方正調閱監視器 兇嫌不顧公寓住戶 數條生命 手段凶狠 記者綜合報導 好 我們來看到 是這個土城知名的鵝肉店 昨天是遭人縱火 那初步調查 疑似是為三位兒子 積欠了賭債 所以從三個月前 就不斷是有黑衣人 來上門 那最新消息是 縱火的兩名嫌犯 警方已經逮到了 最新消息 我們趕快連線給記者 張光輝 好的 主播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監視還有火釣人員 是正在火場 來進行搜證調查的工作 土城知名鵝肉店 30號碗 今天是遭人縱火 那老闆呢 他在製作完筆錄 離開警局的時候呢 他說這回闖禍的 應該是第三個兒子 從三個月前 就不斷有人上門 來找他討債要錢了 我們現在聽聽 鵝肉店老闆的說法 很少年多 很少年多 都沒有年多 那個討債 我們來 我想他應該就可以了 他來修情 他老婆要將我們老爺 叫我們老爺要處理 我老爺就不需要處理 因為我老婆就準備在 要打電 其實呢 土城這家知名鵝肉店呢 因為每個月的第一天 鵝肉飯免錢 所以呢 他可是擁有不少的死中顧客 而這次縱火案發生的原因 疑似跟兒子在外面積欠賭債有關 據了解呢 老闆有四個兒子 這回呢 出問題的是第三個 平日呢 沉迷地下千朵 還欠下了四百多萬的賭債 那老闆也說呢 他跟這個兒子呢 其實很久沒有見面 平常也沒有聯絡 不過呢 最近三天兩頭 就有這個人 到店裡面要找他 而且呢 對方還說是要老闆 來替兒子還債 那對方呢 自稱是從台中 上來的兄弟 上個月27號呢 對方呢 也是開著黑色轿車 找上門 那老闆呢 說平常呢 這個孩子 都是媽媽在管教 要錢也是跟媽媽討 沒想到呢 這回會惹出 這麼大的麻煩 主播 而這起縱火案呢 剛剛警方表示說 他丟的不是汽油彈 而是松香水的 易燃物體喔 等一下我們也有 來自警方的最新消息 另外我們來看到 這趟是在新北市的中和 發生了一起校車 碾壁自行車騎士的事故 這趟是駕駛是東山高中的司機 疑似是因為變換車道 沒有注意到機車騎士而釀貨 造成58歲的蔡姓婦人 頭骨破裂 當場死亡 警方到場 拉上封鎖線 車回現場 腳踏車橫躺在路邊 還有一輛 台北市私立 東山高中的校車在一旁 左後輪壓到 一名騎腳踏車的婦人 58歲的蔡姓婦人 頭骨破裂 當場死亡 三十號晚上七點半左右 一樣東山高中校車的自信駕駛 行進中和幾年路上 一次要從外側車道 車入內側快車道時 因為視線死腳 沒注意到左後方的腳踏車 駕駛不小心擦撞 直接輾過腳踏車騎士 當場懸告不至 家屬得知二號後 趕往現場處理後事 情緒難掩激動 警方也對校車駕駛執行九側 結果九側值為零 初步排除九家招式 車上是有部分的同學 那學生的部分 已經有其他的校車 過來把他接送 招式責任的部分 我們會採集相關證據之後 再進行分析 車禍當下還有同學 在車上同學嚇壞了 沒想到因為駕駛 一時的不注意 卻造成天人勇格的意外 記者玉知山SNG小組 採訪報導 來看到這被稱為 是台版成美的美女小提醒家 李一潔是進攻演藝圈 但是現時當中 卻被指控是愛情的騙子 而且還嫁財 這台中有名男子他就指控說 在2014年跟他交往的時候 結果這女子呢 就用父親開刀 將七八萬塊的醫藥費灌水 再搭配篡改變成了 17.6萬塊的醫藥費本票 要求支付 然後又拿了一張70萬元的假借據 稱說要抵賽必須要去酒店上班 所以這男子就很捨不得 所以四處幫他籌錢 被炸裁45萬元 那另外在台北還有另外一名男子 也指控說 同年跟他交往 然後公正結婚 但是沒有登記 結果呢就被女子 詐騙像是前述這樣子的一個 舊父醫藥費17萬元 給騙走了 那台北台中地檢署 先前是分別起訴了這名女子 但是他否認騙錢騙婚 指出雙方是有感情糾紛 而這也是詐騙事件 不要再上當了 台中遊民張姓女子 遇到這是老梗詐騙 他誤信呢這個借別人帳戶 可以賺錢 結果就把帳戶借給了陳姓男子 那事後帳戶是遭到凍結 甚至還吃上了官司 變成了詐欺共犯 一群年輕人風光的出國 代表台灣到韓國參加電競比賽 最後還拿下前三名 但這個戰隊其中有一位選手 卻被人爆料是詐騙嫌犯 他是叫我先去開一個戶給他 那他就叫我要去辦一個什麼評證 他就是一直叫我去開戶 一直叫我再去跟 再去辱那個銀行員 叫我去讓他就是辦那個評證這樣 被害人張小姐今年才21歲 去年被這位電競選手 用勞梗借用帳戶可以賺錢的手法 開心帳戶供詐騙集團使用 結果變成詐騙共犯 被判處拘役59天 一顆罰金59000塊錢 還要和其他四名共犯 一起賠給被害人19萬元 當初騙他的祖先開庭時 還在法院拍照打卡 讓被害人實在好生氣 決定PO文爆料 好像這件事跟他無關 然後也對他的生活都沒有任何影響 然後感到是我們這些被騙的人 然後為了要籌罰金 然後到處也是跟人家借錢 有的沒的來繳這些法金 然後事後還會有其他的損害賠償 經驗是很龐大的 電競選手遭到爆料是 詐騙集團成員 只在臉書發文回應說誰沒有過去 但他正在走在改變的路上 似乎訴說自己的無奈 也強調正在改變 但被害人卻感受不到他的誠意 到法院還一直在說謊 然後也沒有任何回憶的感覺 看著詐騙嫌犯 竟然可以代表台灣瘋瘋光光的出國比賽 讓曾經受騙上當的人相當難以接受 記者江志南 羅玉君 台中報導 而這名詐騙嫌犯 他是一名電競選手 似乎先前表現還蠻優秀的 曾經有擊敗韓國的電競戰隊成員SKY 不過這男子涉嫌詐騙好像不止一次 而且還疑似對公司有所隱瞞 所以他的公司嚴正表示說 如果真的屬實 確實有詐騙的話 將會開除他的選手資格 大家好 我是STT的SKY 身穿白色戰服 說起遊戲技巧 頭頭是道 他是今年三星剛成立的 職業電競隊中的分析師SKY 手遊國際大賽當中 曾經以短短18分鐘 擊敗韓國隊伍 阻擋晉級 所屬的隊伍殺進三強 因此爆紅 除了是選手身份 同時他也是遭到民眾控訴的 詐騙集團成員 但在我們的立場 我們非常願意給年輕人 有一些改過的機會 而且他有老實地說明這件事情 他並沒有說任何的 確實在年輕的時候 他在之前可能有做一些 比較違法的事情 但這個部分在他加入戰隊前 他就直告知 公司回應成姓男子事先有告知 加上入隊之後表現良好 也有回憶改過 不過先前犯錯也已經受到教訓 為了給年輕人一個圓夢的機會 才會讓誠信男子 成為候補的電競選手 不過誠信男子 涉嫌詐騙不止一次 還有一件涉嫌詐騙案 還在審理當中 聽到涉嫌犯案不止一次 公司似乎不知情 被蒙在谷底 這些事情我們會 嚴格調查 但一旦有發生是 說謊已經有這些 確實的案件內容的話 我們會立即 立即跟聯盟申報 然後基本上就會跟他結束合約 成姓男子國中畢業 卻誤入歧途 當起詐騙集團成員 拐騙民眾 賣帳戶獲利 雖然在電競上 找到自己的夢想 但是協日過往 恐怕會對他的電競生涯 岌岌可危 記者江志南羅玉鈞 就跟台中報導 高雄有名男子有夠離譜 他跑到賣場 疑似看店員不順眼 竟然就朝對方的臉部揮拳 甚至還朝他來丟微波爐 把店員打得頭破血流 那警方貨報到場的時候 這名男子 他還躺在展示船上面 然後吃起餅乾 完全不理警察 甚至還囂張地拿餅乾 丟警員 男子車躺在賣場的展示床上 一手拖住頭 不管遠景在場 態度相當囂張 他一臉不耐煩 還拿起餅乾扔警察 情緒超失控 剛剛在賣場 他害無故朝店員臉部揮拳 丟微波爐 嚇得賣場人員趕緊報警 剛好我波爐是在 一筷子那邊 然後他的眼線拿錢 或者是一筷子那邊 是嗎 對 已經不可怕了 一個收銀車比較勇敢 如果是男人去打 應該是可以打 陽性男子一次心情不好 逛到賣場消費時 因為看店員不順眼 就揮拳打人 還砸為波爐 店員莫名被打得 頭破血流 警方到場時 男子賴在展示床上 不肯走 還朝遠景丟餅乾 遠景在野人 無可認臉拖帶拉的 把他從床上拉起來 直接上銬 帶回派出所 他自稱是說 店員有惡意騷擾他 不過經我們訪問這個店員 他是說 他根本就沒有跟他講話 所以他就是沒有任何理由 就突然走過來打他一拳 造成這個店員 他被縫了八針 被打店員就醫之後 臉部縫了八針 堅持提出傷害告訴 而男子拿餅乾丟圓警的舉動 也讓他再吃上一條 侮辱公務員的罪嫌 記得劉文發許可 高雄報導 好 來看到中國大陸的湖北 他們有一家電子科技公司 是發生了大爆炸 詳細情況我們趕快 連線給劉恰萱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 夜空中一棟建築物 冒出陣陣濃煙 並伴隨著熊熊大火 現場可以說是火光沖天 火勢燒得相當猛烈 幾乎就要吞噬整棟建築 而起火地點就位在 中國大陸湖北省 武漢吳家山台商投資區 集電工業園區 而園區內一家福特電子科技公司 30號晚間10點左右 突然發生燃爆 這家公司主要生產各種 電池產品 像是黎二氧化猛電池 那麼在發生爆炸 當時有募集民眾表示 現場一度還發出轟隆隆的巨響 可能是大火所引起的爆炸聲 不過根據報導消息指出 這間公司不是第一次發生爆炸 2016年8月28號凌晨2點多時 這座工廠也曾經發生爆炸 當時數百平方公尺的廠房都被燒毀 而現在又發生這起爆炸事件 消防部門在獲爆後 已經趕赴現場救援 目前火勢已經得到控制 以上最新情形把鏡頭交還給棚內 歐習會再度爭場了 這是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這段時間呢 其實在中國大陸來進行一連串的訪問 那這回再度見到了大陸主席習近平 而這也是歐巴馬卸任之後首度的歐習會 國家主席習近平29號在釣魚台國賓館 會見美國前總統奧巴馬 習近平積極評價奧巴馬在擔任美國總統期間 為推動中美關係發展做出的努力 而兩個人看起來是相談甚歡 那根據大陸媒體指出 習近平除了是讚揚歐巴馬過去對兩國關係的推動 也還向歐巴馬介紹了中共十九大會議主要的成果 那另外根據大陸媒體報導指出歐巴馬也表示 中國發展的成就是令人讚賞 並且他也願意繼續來致力兩國的關係推動 而最近不斷是由北韓的漁船漂流到了日本的海域 日本媒體統計 光是短短的九天時間就有九起的漂流事件 那難道北韓人他們是急著想要逃出去嗎 其實聯合國官家就說了 這主要是經濟制裁奏效的關係 所以北韓近海的漁權 又賣給了中國 所以逼得北韓的漁民得到很遠的海域來討生活 這是28日下午北海道南端的松前小島前發生的狀況 疑似從北韓漂流到日本的船之上再有一名男子 而這情況在11月已經發生好幾回 26日在秋天則發現一艘再有8具遺體的白骨幽靈船 疑似也是從北韓漂來的 光是青森11月就有三起 秋天11月23日也有一艘再有8名活人的漁船 算一算截至11月19到28日 10天內就有9起北韓漁船漂流案件 北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專家推測很可能是經濟制裁走效 金正恩要北韓人民往外討生活 但因為周邊近海魚泉賣給了中國 因此他要人民冒險往外衝 也因此聯合國內針對制裁北韓的力道總有顧忌 尤其遇上寒冷冬天 物資本來就缺乏的北韓人民 現在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國際社會全面封鎖北韓 受苦的很可能只有人民 國際中心展望編譯 年度最狂購物活動到了 這優惠絕不能錯過 福特經銷商超級黑色星期五特賣活動 全新福特2017車款共您選擇 除72個月零利率貸款 還有1000元紅利現金 更有1000元黑色星期五現金 沒錯 零利率貸款在家高達2000元 寧可用於支付投款或其他假期消費 而且90天內無需付款 優惠截至11月30日 立即造訪您的福特經銷商 灣區的朋友 你是不是整晚乱乱乱痛到睡不著 吃了止痛藥都痛到醒 如果是的話 就要找再生真救診所的李鎮平醫師 真救的止痛效果 會比普通止毒藥好十到二十倍 特別是車禍工傷後所引起的頸肩背痛 李醫師有三十幾年中濟醫骨科經驗 擅長車禍工傷中風偏痰 辦公室電腦綜合症 坐骨神經痛五十肩等 請加微信或致電五一零九一零三四八五 免費諮詢 在盛西的Bovard Day Spa 由美容專家Grace助理 幫你擊退黑斑消眠暗瘡 還有凹凸凍的救星多種美容科技調情 用你進展美態完美重生 立即撥打408-861-0886預約吧 打火鍋要打得過癮 就要去Milbury的拆得下了 每日新鮮食材 備濟湯底 美國黃牛 六十種不同品牌啤酒 朋友聚會 一家大小一定要來拆得下 Milbury的Hot Pot Garden 195 El Camino Real Bilbre 650-239-9660 650-239-9660 騰峰家具中心 備有各式食物床架 地貴櫻桃木餐台 特應健康床入 歡迎會顧 三分市2961 San Bruno Avenue 電話415-508-1877 七天營業 我們來看到在台北市 現在有好多的腳踏車 那私人的單車數量 已經高達是60萬輛了 但是你要注意了 因為明年開始 台北市的單車 你只要違規停放的話 就會脫掉 而且還會加收100塊錢的脫掉費 陳志豐踩著腳踏板 神奇又環保的單車 在台北街頭隨處可見 可是明年開始 台北市單車不但違停 就要脫掉 還要加收100元的移置費 跟每12小時25元的管理費 更打算推出自行車 自主登陸系統 這幾乎麻煩了 不要辦 我想會有用法 不過當然也應該會增加罰款的機會 民眾興趣缺缺 雖然北市府再三保證 登陸資料不會用於違規執法追蹤 但登陸手續繁雜 加上北市府曾經推行的 單車烙印成效不佳 讓市議員不禁懷疑 單車實名制是不是有點擾民 你不登記也是偷啊 你登記了至少偷來找的回來 會去實名的大概就是 會去繞編碼的這些人 那其實編碼跟實名制這個部分 其實某種程度上是一致的 那為什麼還要再多增加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實名制這樣的一個規劃 我認為這個政策有一點畫色鐵竹 甚至有點擾民 那民眾的接受度我看起來應該也不會太高 第一個尋找回來的機率不高 然後第二個就是民眾也顯得麻煩 缺乏配套措施對民眾的誘因也不大 台北市單車數量高達60萬台 實名制明年怎麼上路 柯市府還要再上腦筋 這張國鋒流仙台幣曾報道 好 最新消息是在土城的鵝肉店 發生了縱火案 造成了一個人死亡 多人受傷 那最新性展示 兩名縱火的嫌犯已經落網了 先前傳說說丟的是汽油彈 但現在說一次丟的是 松香水醬子的易燃物品 趕把時間交給黃書偉 好 主播各位觀眾 新北市土城一間知名的鵝肉店 發生縱火案造成一絲五傷的悲劇 而目前已經知道疑似是老闆的兒子 在外面積欠賭倉 結果被人縱火恐嚇 而其實在案發前 這鵝肉店還有黑衣人 到店裡來罷桌站店 揚言說如果老闆的兒子 再不趕快出面主力賭倉 就會讓他們好看 而這起縱火案 一共造成一絲五傷的悲劇 死者是50歲的張姓員工 而鵝肉店的老闆娘 全身受到30%的二度燒燙傷 他一度是沒有生命績效 而在收音之後是已經恢復了心跳呼吸 目前已知道 這縱火的嫌犯有兩個人 案發之後逃往台中 而警方調配監視器沿路追人 在台中抓到兩名嫌犯 其中一個嫌犯是開著妹妹的賓士車 來到現場犯案 目前這兩名嫌犯都已經在 被押回警局的路上 而根據了解這間土城的鵝肉店 在當地相當的有名氣 而且連開了好幾家分店 每個月初一呢 這鵝肉店的老闆呢 還會分送免費的鵝肉飯 給附近的流浪漢跟民眾來使用 甚至呢 還會把這個鵝肉飯給送到禁局 讓這個遠景來使用 而大家都覺得這個老闆 是相當好的大好人 但沒想到卻因為兒子的賭債 惹上糾紛 那麼影響就現場 為您掌握到最新消息 是鏡頭交換同內 而據了解這個老闆 兒子疑似這個賭債的 欠債金額是高達五百萬元 那最新消息是 這兩名嫌犯是在台州 已經被警方給逮到了 但是已經造成一個人死亡 五個人受傷的大火悲劇 另外我們來看到是在高雄 遊民成姓男子他酒駕 劇策逃跑 自撞路邊的轎車 被遠景帶回去醫院抽血檢測的時候 他還趁機來攻擊警方 他是用手來勒住了遠景的脖子 但是下一秒 立刻被警察壓制在地 男子酒駕拒絕酒車 趁著遠景低頭寫單字 他竟然失控上前 用手勾住警方脖子 這個舉動先是讓遠景嚇了一跳 但下一秒 立刻被警察用大外哥制服在地 一個大外哥輕輕鬆鬆 將男子摔倒在地 一旁的遠景肩撞連緊棍都抽了出來 上前幫忙壓制將他上銬 敬酒不吃吃罰酒 曾經男子被壓在地上動彈不得 只能苦苦求饒 情犯失控的舉動不只這樣 先前他喝醉酒聚檢逃跑 自撞路邊的轎車 當然會被打 他在走什麼 我不是叫你停下來嗎 騎車怎麼不問還要走 你不是在車邊怎麼 遠景到場處理聞到他滿身酒味 因為男子拒絕酒撤 警方才會帶他到醫院抽血 沒想到他卻趁機攻擊警方 檢測的時候都不願意配合 他也喝多了 事後他也解釋說他是要上前解釋 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動作 失控男子酒撤指0.55 有酒駕前科 酒醒後還變稱 忘記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動作 除了酒駕公共危險罪之外 攻擊警方的行為 再吃上一條妨礙公務 為自己的脫序行為付出代價 借聯發許可高雄報導 好 酒駕的新聞 真的我們每天在新聞版面上面 都會看到 但現在其實酒駕已經是 每年奪走了上百條的人命了 列法院交通委員會 昨天已經完成了協商 未來你拒絕酒測 拒絕攔檢的話 罰還會由現在的9萬塊 提高到18萬元 並且可以按次累加罰還 而酒駕累半的罰還 也改為每一次你就會加罰9萬塊錢 如果五年內有三度遭到查獲酒駕 或是拒絕攔檢的聚測者 就必須要掛著特殊的一個車牌 就像是螢光色的車牌 來做警示 並且會新增連座條款 也就是酒駕者你的同車的乘客 也是會開罰最高12000塊錢的罰還 希望這個案子在本會期 能夠三讀通過 好 吳宗憲這回真的是氣到了 因為在10月的時候呢 他是力挺白雲劈腿風波 吳宗憲說出了劈腿又怎麼樣 遭到網友留言灌爆他的臉書 甚至還出現很多不雅的言論 那當時吳宗憲就說會一一來搜證 結果現在一口氣就真的告了網友 而且還告了16名 劈腿又怎麼樣你也可以劈啊 對啊 批人者人很批之嘛 就是這番話 吳宗憲被網友罵翻了 甚至有網友把女兒吳山儒也扯進事件 違交討論 讓憲哥氣到在臉書留言 槓上網友說會一一提告 網友沒當回事 吳宗憲卻說到做到 真的有人收到通知 PTT上發文貼出警局通知書 大大寫著被告原因妨害名譽 網友這下才知道 當初因為在網上謾罵真的被告上法院 實際找到這則貼文 這名網友就是在網路上 針對吳宗憲力挺白雲的言論表示 吳宗憲真的沒資格批人 自己也是出軌爛咖 連同共16名網友遭截圖提告 其中5名網友 將在12月7號到案說明 針對有留下不雅言辭的人提告 以於無姓藝人是什麼咖 什麼貨諸如此類的言辭 網友自嘲要糾團北上作筆路 還有鄉民幫忙想辦法 要被告網友拿著過去雜誌標題 吳宗憲堅持住個大人 說是引述求吳宗憲撤告 不過這回扯到寶貝女兒 整把憲哥給惹火了 妨害名譽吳宗憲本人不需出庭 網友一大堆搞笑求情很難如願 成口舌之快還是得付出代價 記者綜合報導 國民黨立委嚴寬恆 昨天跟父親嚴清彪是上了直播節目 那嚴寬恆是眾批台中市政府 直言台中市政府沒有辦法解決空問題 對市政毫無遠見 嚴清彪董事長 董事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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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你好 董事長你好 嚴寬恆真的好忙碌 歷前接受醫電視專訪到一半時 爸爸嚴清彪先生攝影棚 身為兒子的嚴寬恆又驚又喜 不曉得爸爸會擔任特別嘉賓 親自來談判 對市政議題一向直來直往的嚴寬恆 30號上直播節目 也坦言目前台中市政府 無法解決空物問題 對市政沒有遠見 被問到未來是否可能挑戰 台中市長嚴清彪則說 兒子還太年輕 對於兒子嚴寬恆之前被說是小撥塊 嚴清彪在專訪中也透露出 對兒子的心疼 嚴寬恆被說是小撥塊 反而逆向操作 把它當成文創商品 之前還曾在質詢台上 直接送給行政院長林全當紀念品 嚴寬恆屢次被網友開玩笑 索性把玩笑當削桃 結合選區的特產西瓜 做成文創商品 更成了個人市商代表 小撥塊正面的功能 保護家園的功能 跟那個精神 如果網友認為 我是下一個小撥塊 那也是OK啊 我也接受啊 能把玩笑 轉成個人代表的商品 吸引更多目光 相信台中市的選民 也對他更加印象深刻 記者中央報導 好 現在大家最常做的 一個動作是什麼 就是低頭滑手機 但是要注意了滑手機 可必要滑太久 我們來看這個案例 四川省成都 有名40歲的男子 他時常滑手機 結果是滑到半身癱瘓了 因為他每天睡覺前 就是要躺著喔 然後來滑手機 滑兩三個小時 結果突然之間 半身麻痹 然後連大小便都濕近 手勢之後 他雖然恢復正常 但是醫生就說了 他是因為工作 姿勢長期都不正常 然後導致他的頸部 是要避免長時間的低頭 那如果你手機的螢幕 是比較小的話 其實用眼也會比較用力 所以建議使用大尺寸的螢幕 才可以做改善 那當然就是 不要花這麼多的時間 低頭滑手機囉 好 詐騙事件要特別小心 來看這個案例 是65歲的一名阿嬤 是被詐騙集團騙了 以為自己是在協助檢警辦案 結果全然不知道 自己已經淪為了 詐騙集團的車手 而且還被警方抓到 他當時被打的時候驚慌失措 已經搞不清楚 到底誰才是真正的警察 那根據了解 這個阿嬤呢 是在去年12月的時候 被詐騙集團騙 以為自己是涉入吸金案 但是因為他很擔心 要坐牢或是要賠錢 所以在詐騙集團的洗腦之下 他同意配合辦案 來洗刷冤屈 在今年3月的時候 他就北上拿著假檢察官 給他的台北地檢署監管科的收據 向一個母子收取了200萬元 但是呢 這段母子其實早就先前有被騙過 所以警方呢 早有預警 當場就把這個阿嬤給逮捕了 而且還羈押他長達29天 因為當時還沒有辦法排除 這個阿嬤真的是受騙 還好最後法院是還他清白 互判無罪 全案還可少訴 - 年度最狂購物活動到了 這優惠絕不能錯過 福特經銷商超級黑色星期五特賣活動 全新福特2017車款供您選擇 除72個月零利率貸款 還有1000元紅利現金 更有1000元黑色星期五現金 沒錯 零利率貸款 在家高達2000元 寧可用於支付投款或其他假期消費 而且90天內不需付款 又會截至11月30日 立即造訪您的福特經銷商 - 眼睛使用過度 - 眼睛不太清晰 - 因為腳毛水腫的外面有一個小水泡小水泡 - 我有糖藥布 - 眼睛有黃髮 - 做過那個金色的雷色手續 - 醫生說我有白雷髒 - 也有氣光炎 - 醫生說我是玻璃體綑著眼角的地方 - 會有一種很亮的一個東西 - 這樣像閃電一樣的這樣閃過去 - 看什麼東西都是很默默糊糊的 - 醫生說是老化 - 退化 - 然後就是非文字 - 我的乾眼睛很厲害 - 眼睛是最好的東西 - 平時也沒了 - 我就覺得這個名詞非常地好 - 黃斑被控制住了 - 怎麼都改善了呢 - 在電腦前面也敢打電腦 - 現在我從來我都不要大眼鏡 - 你是拿過這個 - 一邊看一邊講 - 那你就繼續吃你這個吧 - 說要做見證呢 - 我覺得不如說 - 我可以給他做一個背書 - 名字區裡面所含的這個成分 - 對我們眼睛的營養是很有用的 - 集合世界各地頂尖散打高手 - 2017 世界超級散打王爭霸賽 - 十一月二十五號 - 十二月二號 - 一年兩個星期六 - 晚上八點 - 高手過招 - 好來看到美國傳回來的自新消息 - 就是他們的國務卿提勒斯恩 - 被傳出說要被fire 被撤換了 - 不過之後白宮緊急出面來滅火 - 我們來看看白宮怎麼說 - 連線給記者劉佳萱 - 好了主播各位觀眾為您掌握最新消息 - 美國紐約時報引述美國政府資深官員說法 - 傳出白宮已經在眼裡撤換美國國務卿提勒森 - 預計在數週內白宮就會撤換提勒森 - 並打算由中央情報局局長蓬佩奧接替 - 而蓬佩奧原本中勤局長的職位 - 將由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頓接手 - 不過這個消息傳出白宮的回應是- 目前沒有人事案要宣布 - 所以提勒森仍會持續領導國務院 - 美國總統川普本人被問到這個問題時則表示 - 他在這裡 提勒森就在這裡 - 而過去川普和提勒森雙方抱有旗艦 - 在華府早就不是新聞 -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 - 月前曾報導提勒森眷情 - 還說他私下批評川普低能 - 當時提勒森的回應是- 反駁報導不實 - 川普後來還公開喊話 - 一度嗆瞎 願和提勒森做智力測驗 - 是不是兩人旗艦日升準備浮上檯面 - 而提勒森的發言人今天則表示 - 提勒森很享受擔任美國最高外交官的工作 - 也打算繼續留在崗位上 - 以上是最新情形把鏡頭交還給彭內主播 - 而同樣在美國這個地方是內華達州的51區 - 那一直以來都是美國神秘的軍事基地的代名詞 - 那最近這個神秘的地方又再度成為討論焦點 - 因為美國有一個網站就爆料說 - 美軍很有可能就在這個地方來測試 - 新一代的隱形轟炸機 - 翻山越嶺爬過沙漠中的山丘 - 美國內華達州神秘的51區就藏匿其中 - 這個超隱密的軍事基地被爆料 - 可能正在偷偷測試最新一代的隱形戰鬥機 - 51區被拍到出現新的道路以及一個新的U型跑道 - 道路旁邊還出現一棟建築物 - 長為76公尺 寬為83公尺 - 足夠容納B-1槍技兵轟炸機 - 軍事專家推測 - 這棟新建築很可能就是用來測試新的戰機B-21 - 戴號B-21的突襲轟炸機被稱作21世紀的新型戰機 - 美軍在2014年確定研發 - 除了高度的逆機能力 - 還可以選擇載人跟無人兩種駕駛模式 - 具備遠程的打擊能力還能配備氫彈 - 每家的造價估計為5.5億美元 - 相當約新台幣165億 - B-21的進步也被修讀了 - 美軍也被修讀了 - 美軍也將在未來繼承B-2幽靈轟炸機的職責 - 成為美國空軍的總監力量 - 國際中心承還B - 好來看一個最新的調查 - 是主技術昨天公布了2017年人力運用調查 - 結果發現全台灣有三分之一的人 - 月薪賺不到3萬塊 - 被稱作是新平足 - 而且一共是多達305.1萬人 - 其中有相近40萬人的月薪還不到2萬塊 - 那除此之外 - 全台有43萬的人都是失業的 - 那當中有46%的人 - 也就是嫌這個待遇太低 - 所以放棄工作 - 那另外還有一部分的人 - 是因為找不到想做的工作 - 最持續失業當中 - 而賴靖德先前就說了 - 這個月薪只有3萬塊錢的照顧服務員 - 就當作做功得吧 - 這句話說出口之後 - 引發很大的爭議 - 那衛福部長陳時中其實就允諾說 - 明年會加薪到32K - 不過其實行政院可能還在狀況外 - 因為事實上 - 六都的照顧員的薪資平均 - 其實都超過了32K了 - 像是台北市新進人員已經保障到40K的待遇了 - 那北市府自從去年編列的預算 - 時薪改成時薪月薪並行制度 - 所以服務的時數比較小的兼職照顧員選擇領時薪 - 最高可以達到200塊錢 - 那月薪也保障在3萬塊錢 - 另外還有5000塊錢的交通費 - 以及新進人員再加碼5000塊錢 - 所以換句話說月薪已經有4萬塊錢了 - 那提高薪資之後 - 其實台北市的照顧人員已經從570個增加到630多人 - 但未來目標是希望拿到700個人 - 才符合照顧的需求 - 而現在針對這一例一休的修法 - 其實賴清德是被定的滿頭包 - 甚至黨內的同志都傳出一些意見 - 但是賴清德表示說 - 這個政策是沒有誤解的 - 大家已經達成了共識了 - 會讓修法能夠先出委員會 - 他也強調新版的勞基法是照顧資方 - 也照顧勞工 - 給資方彈性 - 是叫做右派 - 給勞工保護 - 給他彈性就是左派 - 那這一次的修法 - 我們是行中道 - 居立修正在立法院闖關 - 行政院長賴清德接受節目專訪 - 強調一定會保障勞工權益 - 不可能常態性的每天只休息8小時 - 去工作16小時 - 這個是不可能的 - 是 - 所以包括 - 所以你們的黨籍立委也都誤解嗎 - 我想我們經過這兩天的溝通 - 大家都同意 - 就是說可以先出委員會 - 賴魁拼經濟如何提升台灣的GDP - 考驗也不小 - 在馬英九政府後面兩年 - 經濟成長力保一都在追求保一 - 但是國人大家努力的結果 - 今年的經濟成長力渴望到2.5 - 明年全球的經濟預測GDP是3.5到3.6 - 我們還輸還短差大概1%左右 -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最新民調 - 賴清德上任後滿意度首度跌破五成 - 和總統蔡英文雙雙下滑 - 賴魁有話要說 - 對於台灣空氣污染達到紅色警戒 - 是入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 賴魁也想辦法開處方 - 行政院也會支持地方政府 - 他們在犯發這個許可證的時候 - 對 - 所採取的嚴厲的措施 - 這個我們也會支持 - 那另外呢我們也很重視 - 其他的再生人員發電 - 賴院長青上火線 - 一個半小時的專訪 - 告訴全民政府做了什麼 - 要讓政策能順利推動 - 記者綜合報導 - 好 這薪資偏低的問題 - 到底該怎麼解決 - 其實可能要從小就做起了 - 為了要提供弱勢兒童脫離貧球的機會 - 行政院現在拍板通過了一個草案 - 也就是去年元旦後出生的弱勢兒童 - 你想要申請設立賬戶 - 就會由政府還有家長 - 每年各提拨最高1.5萬元 - 到你18歲為止 - 所以最高是可以領到54萬元的 - 第一桶教育創業基金 - 衛福部長就表示說 - 以台灣總人口5%來推估 - 弱勢經濟兒童 - 預估是截至到2034年 - 一共可以有18萬的兒童來受益 - 而國民黨的黨團副書記長李彥秀也認為 - 這政策配套其實仍是要有非常完善的計劃 - 條例設計儲蓄到18歲 - 其次仍非民法成年年齡 - 可能會引發青少年跟家長 - 對於這個金額所有權的爭議 - 生活縱在不斷變化 - 作為一家財富500強公司 - VOYA很榮幸地服務於1300萬客戶 - 通過投資現有金錢 - 協助您規劃財產並實現目標 - 我們保護您的資產 - 幫助您和您的家人確保未來財產安全 - 佛亞祝您賣相並度過退休生活 - 在雄年家居建財 - 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應該擁有一個舒適的廚房和浴室 - 讓他們回到家的時候 - 可以好好享受 - 我們的宗旨 - 是建立一個完美的一站式的購物環境 - 讓顧客簡單解決一切裝修難題 - 輕鬆做出決定 - 並提供最優惠的價錢 - 和最親切的服務 - 紅年家居建財 - 灣區五間分店 - 為每個人帶來選購家居建財的樂趣 - 三藩市今週拍賣有限公司 - 2017古董藝術精品拍賣會 - 今期共約400多件拍賣品 - 多件西人遺產 - 和早上流傳的精品 - 多件張大千 - 齊白石 - 普森如 - 黃均碧 - 黃斌紅增跡 - 傳送圓 - 名 - 清 - 經書畫共185結 - 不容錯過 - 預展日期12月11號至16號 - 早上11點至下午5點 - 地址 - 三藩市2255 - 鎮明街4153794700 - 誰以為我今天是一遍 - 今天也應該要顏色 - 今天也應該要顏色 - 現在才是最美麗 - 時間而治癒 - 全新形象的莊莊在Milbury開業 - 新店有利益外代人的韓國頂級護膚品牌後 - 還有很多白領產品和先進的美容義氣護膚服務 - 資訊來自裝扮 - 一個選擇整裝代法 - 電話650-808-9798 - 房屋買賣是人生大事 - 嗨,我是Tina Wong - 我是灣區二十多年來 - 幫過幾百個業主成功買賣房屋 - 我亦都精通房屋買賣 - 和物業出租條例 - 跟著就打電話給我 - 510-502-6018 - 酒後駕車的新聞幾乎我們每天都看得到 - 而酒駕車禍其實每年已經奪走上百條的人命 - 真的是要嚴加來懲罰 -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昨天已經完成協商 - 未來只要拒絕酒測、拒絕攔檢的話 - 罰還的金額會從現在的九萬塊 - double到18萬元 - 並且按次來累加罰款 - 那酒駕的累犯者的罰款 - 也將會按次來加罰9萬塊 - 你只要被抓到一次 - 下一次就會加罰你9萬塊錢 - 那另外就是五年內 - 你如果三次都遭到查獲 - 是酒駕或是拒絕攔檢 - 或是拒絕攔查等等的這樣子情況 - 你就必須要掛上一個特殊的車牌 - 也就是螢光色的車牌來做警示 - 而且同時也會增加連坐條款 - 就是酒駕者同車的乘客 - 最高也可以開罰12000塊錢 - 這個案子希望在本會期 - 能夠三讀來通過 - 馬上來看到這就是酒駕的新聞了 - 台北市的寶大員警在25號 - 在大同區在做攔查的時候 - 有一名男子他在100公尺外看到有攔檢站 - 結果突然就在車鎮當中倒車 - 那警方上庭就追上去了 - 就發覺他的後座是載了有兩名10歲的小孩 - 甚至還有一名嬰兒是抱在媽媽的懷裡頭 - 警方看到真的是氣炸了因為男子的酒車值 - 居然是高達0.74 - 警方二話不說 - 立刻將他移送法辦 - 幹什麼啊 幹什麼東西啊 - 跑的東西 - 這樣啦 這樣啦 - 你在跑路喔 - 沒事沒事 - 你在跑路喔 - 好好好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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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北市寶大員警攔查酒駕 - 抓到一名67年次的張信男子 - 攔檢站100公尺外不顧其他用路人安全 - 突然倒車根本心裡有鬼 - 你幹嘛倒車撞人 撞人家 - 我叫停車 - 好久是不是 - 你喝酒是不是 - 男子不斷狡辯 - 警方這時發現更嚴重的事情 - 就是車上竟然還有其他乘客 - 老婆小孩共4人 - 後座兩名孩童年齡在10歲左右 - 而被抱在媽媽懷裡的 - 還是搶保中的嬰兒 - 駕駛不負責任的態度 - 讓圓警直接爆氣 - 這樣有小孩真的小 - 我不會怕 - 你是小孩你還喝酒載他 - 你瘋了嗎 - 沒有沒有 你不要那麼激動 - 你是怎麼樣 你要怎麼樣 - 你為什麼喝酒要載家人啊 - 怕 - 喝什麼酒 你講 - 我喝啤酒 - 不顧器人安全的駕駛 - 是25號傍晚5點多 - 參加完朋友聚餐 - 喝了八九罐啤酒 - 又想省計程車錢 - 但實在不應該 - 征訊完之後 - 全案以公共危險罪嫌 - 移送法辦 - 你看一下多少 - 0.74 - 相信男子酒車值 - 竟然高達0.74 - 還硬要上路 - 之後一送法辦 - 不但計程車錢沒有省到 - 酒駕過程中 - 根本是帶妻兒玩命 - 也成為小孩的最壞示範 - 記者李明燈陳如群 - 台北報導 - 你看接下來的又是酒駕 - 台南空軍基地門口 - 有一名機車騎士 - 他高速執行一次撞垮了大門 - 一聲巨響是嚇壞了大家 - 甚至門口的哨兵 - 還以為是有人要攻擊基地 - 沒想到原來是騎士喝醉酒 - 而且酒色值是高達0.53 - 還好他受傷之後 - 送醫急救沒有大礙 - 機車騎士以時速大約50公里 - 直接往大門口衝 - 大門整面應聲倒塌 - 事發地點還是台南空軍基地的門口 - 醫生巨響嚇壞門口哨兵 - 還以為有人要襲擊基地 - 因為精神狀況不佳 - 所以就直接衝撞到台南空軍基地的大門 - 導致這個鐵門完全倒塌 - 軍方通報上級並報警 - 救護車將肇事的洪信騎士送醫急救 - 男子頭部外傷 - 臉部也有撕裂傷 - 急救之後沒有大礙 - 但酒車只0.53 - 23歲的洪信男子說 - 當時與朋友聚會 - 小酌幾杯 - 黃湯下肚就直接起車回家 - 沒想到因為酒醉精神不濟 - 直接衝撞空軍基地的大門 - 他表示因為他本身的酒量不好 - 當天是喝了三瓶啤酒以後 - 導致精神狀況不佳 - 非常的疲憊 - 所以就不知不覺的就撞上去 - 其實直線往前衝 - 劇烈撞擊之下 - 整片大門完全崩落 - 倒在路上 - 事後男子坦誠喝酒造勢 - 也強調並非刻意攻擊軍事基地 - 雖然是一場誤會 - 不過男子酒醉造勢 - 警方也將他依照公共危險罪嫌移送法辦 - 記者楊文華台南報導 - 好 在11月15號跟外界失聯的阿根廷潛艦聖湖安號 - 經過大半個月的搜救 - 如今傳來非常悲傷的消息 - 阿根廷在稍早已經宣布結束拯救行動 - 詳細情況我們連線給朱祁瑜 - 好 社主播各位觀眾呢 - 在上個月11月15號 - 阿根廷聖湖安號潛艦在南大西洋海域失聯 - 而至今已經過去半個月了 - 由多國組成的搜尋隊伍 - 雖然已經全面搜索了 - 潛艦失聯位置的大部分海域 - 卻還是沒有找到聖湖安號 - 而潛艦上的44名團員 - 預計已經全部罹難 - 而阿根廷政府呢 - 在稍早的時候宣布 - 結束拯救聖湖安號團員們的行動 - 因為這些團員們已經沒有生還的機會了 - 不過呢政府仍然會繼續與國際的機構合作 - 來嘗試搜索這個潛艦的位置 - 而聖湖安號呢 - 在調查過後 - 最後陸下的聲音呢 - 是一聲很大的爆炸聲 - 竟然外界呢幾乎斷定 - 這艘潛艦已經是全員毕命 - 而這起事件呢 - 是從2000年呢 - 俄羅斯的潛艦 - 庫斯克號沉默以來呢 - 最嚴重的死傷事件 - 以上詳新狀況主播 - 而畫面上您看到的是在土城知名的 - 鵝肉飯店家是遭到人縱火 - 有一名嫌犯呢 - 它是拿著紅色不明議題 - 直接來潑向正在煮菜的店家 - 而且火事是一發不可收拾 - 往上串燒 - 也造成了一個人死亡 - 五個人受傷 - 而鵝肉飯的老闆娘 - 還全身有多處的燒燙傷 - 那最新消息是 - 警方已經逮捕到了兩名關係人 - 店內火事猛烈 - 農烟網上串燒 - 消防隊員拉水線搶救 - 店內火事猛烈 - 也是土城知名的底玉炫鵝肉飯 - 老闆心急如焚 - 這是我三人 - 怎麼說 - 她做的三人 - 她說整台煮污烈的 - 到現在一個車一個單 - 等一看他車幾個年 - 去哪一方圓 - 她幾個年 - 她也不 - 去他叫 - 應該最久也有 - 開車是去丟 - 監視器拍下老闆 - 在嫌犯丟汽油彈之前 - 出門六狗逃過一劫 - 疑似有人丟汽油彈 - 兩人一組 - 一人開黑色轿車 - 另一人下車作案 - 晚上八點四十一分 - 店內冒出火光 - 四層樓的建築物 一到二楼全面燃烧 农烟网上串 三楼一名28岁的女子 为了逃生而跳楼 有吸入性的呛伤骨折 另一名60岁的女子 全身32度烧烫伤 到院前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院方紧急抢救 把她从鬼门关前拉回来 还有依然自行到院就医 而送双核医院的伤患 有一名30岁的男子 是耳肉店的员工 全身32度烧烫伤 另一名50岁的男子 全身多处烧烫伤 不幸死亡 还有人在慌乱中脚扭伤 对方丢汽油弹 报复意图明显 是针对高人气的 鹅肉饭店家而来 记者综合报道 据了解这起纵火的案子 是因为嫌犯 似乎是跟店家有债务纠纷 而且欠债的就是老板的儿子 而且据说欠债的金额 是高达500万元 而且最新消息是 两名的关系人士 已经遭到警方逮捕 目前最新情况 我们把时间交给黄树伟 好 主播的观众 土城之名的鹅肉店 发生纵火案 而目前最新消息是 警方已经漏夜 从台中带回了一对 无姓修备党 目前最新消息是 证明这无姓的妹妹 因为她就是这一台车 兵士轿车的车主 但是她表示 车子都给哥哥来使用 而警方把妹妹 列为关系人 而她的哥哥是改称为嫌犯 因此证明无姓的男子 可能试案的程度相当地高 而且老板的儿子 疑似在外面 积欠独债 所以招惹在仇家上门 而刚刚老板也在 跟我们讲说 他的儿子其实在外面 非常积欠独债 而且常常跟家里伸手要钱 他跟太太 经常处理儿子的独债 相当地头痛 钱几乎都被这个儿子 给掏光了 而之前店里就发生过 四次有黑衣人 来店里面要债讨钱 让他们相当头痛 没想到 昨天晚上就发生了纵火案 而根据了解 纵火的两名嫌犯 是搭乘黑色的兵士轿车 大概是在7点40几分的时候 从国道 从台中上来走 国道到土城来纵火 8点40分纵火之后 一路逃到台中 而这名俄罗店的老板 其实他跟警局 也相当地有渊源 他是警局的疫警 每年的初一 他就会发送 免费的鹅肉饭 给分局的远景来吃 并且也会把鹅肉饭 免费分送给附近的民众 跟流浪汉来吃 而他现在呢 也在这个警局外面 相当地着急 因为他的太太 昨天呢 就是在这个 动火案受到波及 现在人在医院 现在呢 还相当有生命的危险 而他对自己儿子的行为呢 也表示相当的无奈 那么一下就现场 我们找到这些消息 谢谢丁头交换棚内 而稍后呢 我们收到更多的消息 来自警方 这边的说法 随时为各位来插播报导 另外我们来看到 是中山高彰化路段南下 195.5公里 在昨天清闲 是发生了追撞车祸 这些两兄弟车 是遭到后方的车子 来追撞车祸 翻覆 那车上的女驾驶 她是自行爬出车外 站在车道的中线 结果不幸 遭到后方的连结车撞上 当场死亡 而且同车的女儿